说到花样滑冰 很多朋友想到的是花滑美女运动员 比如中国花滑女神李子军 就有着彻跃身姿 和婷婷玉丽的气质 但是她在某一段时间里 一度成为了最具争议的花滑女选手 因为她被传出做国旗 粉日本等一系列消息 引发网上舆论 2014年 李子军在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中发挥失常 但是在比赛期间 她却忙着不停曬自拍和美食 还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城市是东京 这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质疑 纷纷表示李子军没有丝毫的荣誉感 而在2017年东京国际华联 华阳华冰团体赛上 细心的网友发现在李子军在与队友的合照中 坐在了中国国旗上面 这引来了众多网友的指责了 表示李子军作为一名中国运动员 对于国旗却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 一时间负面舆论不绝于耳 李子军五岁接触花滑 13岁首次获得全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 这也让他慢慢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他曾经是中国花样滑冰领域 冉冉升起的新兴 很多的人都对他寄予了厚望 希望他能够成为第二个陈禄 但是因为以上的一系列行为 让李子军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末期 发生多次争议 2018年 年纪22岁的李子军 在个人社交媒体宣布了退役的消息 在一个运动员最巅峰的年纪选择了退场 实在是让人诧异 而毫无疑问的 李子军多多少少是因为 受到了网络舆论压力的影响 那么对于李子军的突然退役 大家怎么看呢